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相当于迎来了第二次人生 即便前半生自己家庭出身很不好 或者日子过得很穷困 但是结婚之后 一切都会发生巨大的转变 有可能会直接闲鱼翻身 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 女人有哪些痣 必嫁豪门呢 一 女人眉毛里有痣 必嫁豪门 女人眉毛如果有痣的话 相当于眉间藏珠 本身就是一个寓意吉祥如意的好治 这类女性不光婚姻运势很旺盛 其他方面的运气也特别不错 可以享受到幸福美好的人生 其实她们本身家庭条件就特别好 父母可能是很厉害的大人物 所以在婚姻方面 肯定会选择门当户对的男性 对方不但长相帅气 而且今后会接管家族庞大的家业 和这类女性结婚的话 相当于是双方家庭的强强联合 婚后夫妻俩都能够过上很幸福的好日子 家里还会雇佣很多保姆佣人 这类女性会比较清闲 她们想做什么 就可以直接去做 不用有太多的担忧或者是顾虑 二 女人眼角有志 必嫁豪门 女人如果眼角有志的话 基本上是类质 这类女性是多愁善感 情绪复杂多变的女性 非常感性 具有同情心和慈悲心 还喜欢帮助别人 只要看到身边有人落难 肯定会积极伸出援助之手 所以她们的人际关系是特别好的 还能够拥有旺盛的贵人运 可以有大佬帮忙介绍相亲对象 且对方哪怕现如今表现平平 并没有出彩的地方 但后期一定可以通过努力 拥有丰厚的钱财 或者是庞大的事业 相当于是不折不扣的潜力股 这类女性也可以因此成为豪门太太 三 女人鼻尖有志 必嫁豪门 鼻尖有志的女人 说明这类女性外在颜值是特别高的 长得特别漂亮 会让人过目不忘 成年之后 身边的追求者络绎不绝 且大多数都是有钱的富二代 或者是小开 这类女性选择人生伴侣的眼光特别高 她们不太在乎对方的外在颜值 而是能够看重对方的人品 是否有上进心 以及对自己好不好等等 结婚之后 她们可以坐稳豪门太太的位置 还可以通过不停生儿子 巩固自己的地位 婚后的生活很幸福 基本上不需要做家务活 因为家里会有很多保姆和下人 四 女人嘴角有志 必嫁豪门 女人如果嘴角有志的话 说明可以大嘴吃四方 在感情生活中会变得很幸福 能够在阴差阳错之下 结识到很有钱的富二代 或者是富一代 婚后她们心胸开阔 对丈夫没有严苛的要求 平时也会给予其充分的私人空间 夫妻俩相处得和谐愉悦 这类女性还特别聪明 很善于投资理财 婚后可能也会帮助丈夫 打理一部分的家业 晚年阶段 整个家族人丁兴旺 这类女性 也可以拥有很多子孙后代 她们能够享受到美妙的天伦之乐 还会经常出国环球旅行 这种好日子特别令人羡慕 有的朋友长了苦情质 有人说苦情质投婚必离婚 这种说法正确吗 苦情质可以点调吗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吧 什么是苦情质呢 苦情质从名字上 我们就能知道 就是如果有这种质 可能情感运势表现不顺 情感的体验是苦情悲惨的 不过苦情质却并不是长在唯一的位置 一般而言 认为长在眼睛下方的质为 类质 属于苦情质 在无名纸上带婚戒的位置有质 也属于苦情质 在左肩膀位置的质 由于左肩代表着情缘 右肩代表着财运 因此 左肩位置的质 也属于苦情质 苦情质一定代表着情感运势不佳 投婚会离婚吗 苦情质从名字上来解释 的确意味着本主的情感运势不顺 情感道路会走得比一般人艰辛 但是苦情质是不是就意味着 投婚会离婚就不易而足了 需要通过志向和面向 八字等相结合 才能推算出是否拥有苦情质的人 投婚婚姻是否会离婚 眼睛下方的苦情质 如果搭配本主八字情缘弱 或者本主个性过于抑郁消极 那么主导着可能婚姻不顺 不仅会遭遇投婚离婚的情况 而且一生会经历多次婚姻 每次婚姻都不顺利 拥有类质的人 情感上是非常丰富敏感的 尤其是女性 她们往往会因为一些小事纠缠不休 伤心难以自愈 给伴侣带来非常不好的情感体验 因此婚姻不顺 无名纸上的苦情质 这种质代表着 本主在追求感情的道路上 过于执着 一定要寻找到合适自己的伴侣 才能结婚 如果家庭和亲友的干预下 寻找到的伴侣 不是本主自己的选择 他们一般很难坚持下去 也就有了投婚离婚的说法 做肩上的苦情质 则代表着情债 也就是说拥有这种质的人 可能桃花运势十分旺盛 虽然魅力指数高 但是也容易被旺盛的桃花影响 自身婚姻运势表现出波动的情况 投婚如果结婚太早 那么离婚的概率大 那么苦情质可以点掉吗 随着现代医疗美容技术的进步 点质不再是困难的事情 人们对于自身的质 如果不满意 是可以通过医疗技术手段点掉的 不过有些质无关紧要 只是影响了个人的容貌 点掉并不会对本主的运势产生影响 而有些质则牵动着本主的命格 是不可以轻易点掉的 苦情质虽然大概率会带来情感运势的不顺 但是苦情质还有另一种解释 在佛教中认为人是有轮回的 前世的因缘如果没有完成 后世为了再续前缘 人们就会在自己的身体上留下一些印记 提醒自己也提醒对方前来寻找自己 因此苦情质的人虽然情路坎坷 但找到真爱之后 却会生活得美满幸福 因此不能轻易点掉 很多女性朋友的脸上都会长质 如果影响到外在颜值了 可能很多人不管三七二十一 都会将其去除 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 因为脸上的质有好坏之分 如果是极致 那么就没有必要将其去除 因为它能够带来旺盛的运势 反正如果是恶质的话 就要立刻去除 否则将影响到个人的综合运势 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 女人脸上的质必须取掉的 一 眼角的质 女人如果眼角有质 这是一颗类质 一定要及时取掉 否则情绪波动会变得很大 稍微遇到一些小风小浪 就会哭哭啼啼 每一天精神状态特别不稳定 时间长了 内心深处会出现很多压抑负面的情绪 还有可能出现精神或者是心理方面的疾病 在这克制的负面影响和打击之下 这类女人特别倒霉 容易在情感方面遇到渣男 结婚之后 丈夫还有可能在外面吃喝调赌 这些都会让她们感到特别痛苦 甚至有可能选择轻生 所以对于广大女性朋友来说 如果眼角有致的话 千万要立刻通过手术将其去除 二、人中的痣 女人如果人中有痣的话 这也是一颗胸痣 会给人惹来很多意料之外的祸患 她们的胃口不是特别好 饮食极为不规律 可能会出现肠胃方面的疾病 这类女性仔细运势低迷惨淡 结婚之后 没有办法很快拥有孩子 即便夫妻俩花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去治病 也没有办法迎来宝宝的到来 夫妻俩很有可能会因为生孩子的问题 出现严重的矛盾和纠纷 最终夫妻俩可能会选择离婚 这类女性朋友感情道路也极为坎坷 到了年老的时候 可能会特别孤独和寂寞 所以人中有痣一定要立刻去除 三、颧骨上的痣 女人如果颧骨上有痣的话 这是一颗克夫痣 结婚之后会给丈夫带来沉重的打击 当然这类女性除了会克制丈夫之外 也会克制到自己的父母 兄弟姐妹 以及孩子的运势 这克制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厄运 这类女性在人生道路上 没有办法得到高人 或者是贵人的提携和帮助 人缘关系也不是很好 身边根本就没有知心知交 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 十分可怜 所以如果颧骨上有痣的话 也要立刻去除 千万不要置之不管 四、嘴唇上方的痣 女人如果嘴唇上方有痣的话 这是一颗贪吃痣 表明她们胃口特别大 即便每一天已经吃饱了 依然会管不住嘴巴 胡吃海喝 这样会给肠胃健康 带来沉重的负担 同时 这类女性野心和欲望特别重 贪得无厌 可能会为了金钱或者是权势 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 到最后 肯定会引来官司纠纷和牢狱之灾 对于这类女性朋友来说 一定要及时将嘴唇上方的痣去掉 但是不要去不够正规的整形美容医院 应该去三甲医院 这样各个方面才是安全有保障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